与其管自己的嘴巴 有时候也要管管自己的脾气 这是台中有一名瓦斯航的行员 不满邻居朱姓男子 常常向消防队来检举瓦斯超量 影响公共安全 导致时常收到告发单 在前几天下班之后 他喝了酒跑去理论 朝朱姓男子的胸口飞踢两脚 没想到这名男子当场倒地 送医之后脑出血不治 瓦斯航开门做生意 门口摆放好多瓦斯桶 但一名员工却因为不满 协对面邻居多次检举 影响公共安全 跑去理论而闹出人命 下班以后他有喝一点酒 平常也不会 平常都蛮认真在工作 那天可能就是看到告发单 心情就比较激动 老板说当时员工火气很大 朝检举的59岁朱姓男子的胸口 飞踢两脚 男子当场倒地不起 导致脑出血死亡 死者家中哀伤 料理后事 检举藏藏藏 平常对人家 可是没有什么法交道都没有 商人的瓦斯桶员工事后变称 出脚踢人只是因为一时气氛 并不知道会踢死人 但被一过失致死罪嫌 移送法办 目前已经遭到受压 这些人的航空也会发生了 感谢您的航空